有四号小甜甜 小伙儿 你咋这么坏呢 你这坏是为啥呀 啥原因呢 你得给我们解释解释 像那个我们领导啊 那个人就是咋说呢 就是特别愿意刁难我的同事 就是我们同事在一起 这东西是他鬼 本来是他干的活 他可能支持这个支持那个 然而他们不敢反驳的时候 这个机会就轮轮到给我了 但是这个恶人 但是我就是 不是说喜欢当恶人 但是我可以为他们出谋划策 这东西我可以就直接去 给领导做了 等会儿我给你解释 我翻译一下 就是你们领导喜欢把这个活 支持给他 支持给他就都 应该领导做的支持给别人 然后别人不做 他就得支持给你了 是那意思吗 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呢 不是然后我不满意 因为大家都不满意 大家都不满意的情况 我就为民主害嘛 小伙儿 你就为民主害啊 我感觉那你这不是坏呀 你是傻呀 你人家不赶你去 你自己就换你自己领导去 你还有好日子过吗 在我坏的前提议之下 我也有拉那个垫背的 就像那个 往他那个擦鞋机里 他黑色鞋嘛 放红色鞋油 当天上边有穿红色鞋的 我就是赶紧出去买碗鞋油 放那个擦鞋机里 等到他来的时候 因为每天都是 都是那个擦黑色的嘛 他就往里 一个那个 就是说擦鞋的时候 全擦红色的 完了 他回去就得这么问了 谁穿红色鞋了 这东西肯定不是我呀 我不穿红色鞋呀 找擦红色鞋的人吧 叶姐 紫初能插广告了 我估计明天卖监控的 执政得上你们单位推销去 从此以后单位标语 防火防盗防汇 你这根本就不是拉铁妹的 你这纯粹是栽赃 栽赃性货 15号海燕 那个小伙儿 你这四十不大 一度的坏水你 人家说坏人坏己 你就不怕以后人家 他们喝一喝坏你 你尝尝说把可乐喝成 换成酱油喝啥味道吗 以后你再不能那么做了 小孩不大 你这心眼怎么这么孤的呢 这是面对喜欢我的 你就无缘孤我去换一个 你还是侵犯到我的生活上 或者占用我 那也不能那样小伙儿 有话说就好吗 吃亏是福你知道 还有我想跟你说的是 等会儿 等会儿 姐姐那你咋不吃亏呢 我也让我说你一句 总回忆句呢 哎呀妈 在你面前我吃老亏来 不过小伙儿啊 这事儿听你海燕姐一句 对 吃亏是福 老话有理 好嘞 好 来 看小伙儿的第二个 在相亲的时候我坏姑娘 和我相亲的姑娘 我把雪碧晃药完了再给她 我只谈了一个女朋友 谈了两个月我们就分手了 台上的姑娘们 是不是特别想问我一个问题 我坏不坏我女朋友 告诉你们答对了我坏 我不仅坏她 我还坏她妈 坏她的全家 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往她洗发水里放胶水 给她在粉底里面摻白面 去她家的时候 我坏她妈 把她妈整泥坑里了 半夜不让她家睡觉 其实我的坏是两个人 在一起的一种情趣 你得懂得我的坏 欣赏我的坏 融入我的坏 我就像一本书 你得读得懂我 当我累的时候 你会问我你累吗 我就想找一个 这样懂我的女孩 走进我的生活 那个愿意被我换一辈子的女孩 你在台上吗 来 七号 三号 小伙 你这 你刚刚挺吓人的 就是想要跟你牵手 我还得考虑考虑 我父母的安全呗 你快给解释解释吧 我就觉得你这么换下去 这个的确是因为啥呢 但是不是我想坏她妈 因为还是因为 我的女朋友说起这个事 在干别的活的同时 她说了 你去把那水压了 一遍一遍地推我 完了之后我说 那行 我去压吧 当我去压水 因为都知道农村那种景 往下压的性的 完了之后我就把那景搞破坏了 完了之后我说 你家景好像不好使 我说你来看看 完了之后她妈就来了 你知道吧 她妈来了 后来她妈上去一压的时候 整个人全坐在水坑上里的 完了之后当时我很无语 都就走了 然后后来我那女朋友问我 那个景那破坏是不你搞的 我说我是本打算坏你的 但是你妈 谁让你妈先去的 那我也不知道我 那比如说说那个你是个主意特别正的和很有鬼点的人 而我也是个主意特别正的人 就是你坏我一次我就要还你一次 你把我洗发水里抹胶水我就要在你拿你牙刷刷马桶这种 那咱俩成天就啥事别干了呗 你严谨换我一次我严谨换你一次呗 那还过日子干啥 你今天过的日子过的老滋味儿吧 我已经简单的说了 这是我感觉是两个人当中的一种情绪 你不能说总去 哎呀我这我女朋友啊我天天心思坏的啊 这是啊那个今天啊这招不行我使下招的 我也不能天天那么想着咋去坏人家 不是小伙但是你这个东西吧 就是跟放羊的孩子是一样的一次两次三次 你说再你说媳妇吃饭了 把你媳妇咔背个银针 铲一下就没有毒 满屋子都是真环传的味儿你说咋整啊 就是就是恶作剧不断 你的你媳妇就会生活在一种恐惧当中 啊是吧 你要是偶尔有一点小恶作剧 她还觉得哎挺惊喜的 后来被你惊喜变成惊吓了 现在场上是十六斩都灭了 我觉得是被你刚才那一系列的恶作剧给吓的 就是大男孩的保持 因为我们可能也会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好像故意坏别人一下 还躲到旁边一看刷摔酒了 也乐得呀 这种得逞的这种感觉 你好像一直到现在还存在 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呢 但是刚才我很同意这个海燕的说法 有的时候啊 就领导让你帮帮忙 家里有事你能帮吧就帮一把 你那个女朋友支持你也就是拿个洗发水什么 你能做一把就做一把 吃亏是福嘛 而且我们这大老爷们儿 你说呢 能做到的我必须会做到 是吧 但是很坦诚 是的 你说谁能说来参加全人恋这个节目 这么多人看这个节目会过来说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会多少人呢 他得多真诚多可爱 他能这么说呀是吧 他足够真诚多够坦诚 所以兄弟尽管今天牵手没成功 但是王哥和燕子爷得送你一顶桂冠 全程热恋史上最坏的一位男嘉宾 看来企业部实验秀都得接受吧 戴眼靠的这个坏 我们希望是可爱的坏 对对对 有度的坏 这也是一种聪明的 但是就是以后尽量大度一点 好吗 好的好的 好的 谢谢燕姐 缘分天使送给你 好 来 加油 好 好 好